各位早上,歡迎收看今天是1月9日的EJ Market 其實我們是范巧玉,說很緊張 昨晚的道指終於不升了 到底今天港股跟不跟呢? 不過其實看昨晚的ADR已經上升到31000點的流上 看昨天騰訊駕馬臂破頂,好像差4毫 其實都不是一個馬臂,是一條馬臂毛 騰訊加油,因為昨晚的納指都升得不錯 而且是再破頂,有可能今天騰訊是否能破頂 我們看看昨晚道指,即是美股的情況 其實昨晚的美股稍微回氣 一來要準備迎接這個星期稍後會展開的美股的季跡期 所以我們又再看看昨晚美股的情況 昨晚美股方面的道指,其實再度破頂 高位見過25,311點 收市跌少少,回吐回12點 即是跌好少,沒有跌那麽 25,283點收 納指方面再度破頂 7,157點升20點 標普都是強勁的 接下來會派業績的有銀行股 但反而銀行股昨晚是偏遠拖累道指 高盛、花旗、富國銀行都跌差不多百分之一 但科技股相當強勁 譬如Google、Amazon、Facebook都是再創新高 所以道指或納指,美股方面繼續相當強勁 難道真的可以像特朗普這樣說 真的看到3萬點 不過其實只差4000點左右 一成幾兩成 去年也升了兩成幾 另外昨晚那些虛擬貨幣 因為有監管政府的打擊 韓國檢查銀行 看看有沒有細黑錢的情況 所以昨晚那些虛擬貨幣 是沽額沉重的 比特幣收到15000元美金 不過這些都是比較波動 我們再看看廣股的情況 廣股已經九株連環 連升了9天之後 昨天再創十年的高位 十日年升 高位去過30929點 再創十年新高 十日之間累積升1665點 升幅有半成的流上 亦創了自2012年以來最長的升浪紀錄 成交繼續保持到 有13000億的流上 看到沒有什麼好說 看著這條上升軌 再向上 再去破頂 上面沒有什麼蟹貨 也沒有什麼好說 其實內地股市方面 都是好了 A股雖然是低開的 但是之後上海指數 倒升了0.5% 亦連升了7天 香港這邊市底 繼續是強的 強勢股指數升4.9% 67.5% 很迫 這個70% 這個阻力區 另外見到弱勢股指數 都是偏遠的低單位數 另外長線市寬 中線市寬 短線市寬 繼續向上 當然升的力 就沒有之前那麼強 不如讓大家看看市 即是恆子國子的RA 我們也要看看 恆子國子和上陣 都繼續可以的 全部都是三大指數 都是向上向右 在領先方格的 綠色的安全區 所以繼續不錯 我們看完大事的情況 不如跟朋友打招呼 我今天會說得快一點 因為怕太長氣 之前每次都說半個小時 我怕被人投訴 你這麼長氣 如果你們想利用EJFQ 看你們的估計 快點留言 因為未必會說得太久 看到June、小珍在這裡 Vincent, go away Dickens,今早很冷 大家要注意保暖 只有幾度 咦?我的朋友在這裡 Scarlett 不知道她是否在香港看 還是內地看 內地是否看不到 大家要注意保暖 不要冷 Foeman、Ryne、Sammy、May、Kelvin Scarlett Kelvin說 700很大機會破四勝利 440 Linda早晨 Lam姐姐早晨 楊太 還有Row在這裡 Raymond 我想是外國人 她不知為何很不耐煩 你可以不看 Terence早晨 Napshan Wong May早晨 沒有人看股票 對我 大家對我這麼客氣 有個想看135 我們現在簡單看看135 最近的燃氣股、食油股都很強 不過昨天被人搶了鏡 因為外圍的油價回了一點 升了很多 這就是昆倫 其實我早幾天都看過一次 上面沒有什麼駭貨區 現在突破了水平阻力 大概是8元左右 現在似乎有個後抽 突破了之後 上過8.5 現在跌到這個水平阻力 8元 看著8元 如果這幾天都上不回8元的話 可能這個是 不是很明顯的突破 小心點 8元這個位置 如果後抽完成 後抽完成 我們如何看目標價 我們先看看現在是否安全 現在它都是四顆燈 都還是安全的 我們可以用黃金比率 去看目標價 其實我們如果當 這一下跌下來 2013年的高位是14.82 跌到2015年的8元 這個跌幅反彈的38.2% 原來就是8.5 所以這個位置的阻力 都有一定的阻力 如果它後抽完成之後再反彈的話 看看可不可以上去 這個反彈幅度 即是跌幅的50% 如果這個位置計算 就是9.75 這個位置同時 也是2015年4月 那一陣的反彈浪的頂位 所以這裡是有另一重的阻力 我們先看著這個9.7的水平 其實它的低位都反彈不少 其實不是出很久 比如說上個月月尾才出過勢頭能量的綠燈 那時候大概是這個水平 看看一來要觀察著這個勢頭能量的燈 有沒有什麼變化 而來看看這個8元的水平 是否可以完成口抽之後 再發力向上 我們順便看看那個RA 那個RA 就很一般 它現在就回到轉差方格 看看你們會不會說 如果買了的抑一抑價 如果還未買的話 可以暫時先綠燈 因為要看看它8元這個位置 是否可以上得回 那就安全一點 如果還未買的話 因為市場也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我們除了看昆領能源之外 如果你想綠燈一些資源股 可以看看這個燃煤 我們今天過股短評說一下燃煤 它就明顯突破了23.6%回調阻力 大概是10元左右 這個10元是怎麼計出來的呢 就是2011年6月的高位 很慘 當時如果大家都記得的話 真的很心傷 有些煤股炒到飛天 有些說101元 另一隻的燃煤當時是30多元 高位見了之後 去到2016年的底 只剩下2個多 不看著它真是嚇死 總之這個下跌浪的反彈2.3元 就是9.97元 現在已經升穿了 已經收復反彈23.6% 如果再高一層的話 反彈38.2%的話 就可以去到14.3元 同時也是2013年1月份的高位 即是這一層跌下來的反彈浪高位 這是另一層的阻力 可以留意這個14.4的阻力位 其實它已經出了綠燈 什麼時候出的呢 我們近近地再看看 不是很久的 也是同一天 12月22日 跟剛才的13月不相似 就是長線綠燈 就是長線綠燈 我們先拔走黃金比率 當時是9元都不用的 後來已經升到11元 即是如果你跟這顆燈買 你已經賺了3.3元 其實整個煤炭業 都有一個憧憬 有一個谷底反彈的空間 因為法國一位之前通過了 會通過這個兼併重組 實現內地煤炭企業平均規模 未顯擴大 爭取在2020年底 會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 有一個億噸級的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 雖然這些對白 這一天賭客都去聽 到底這次是否真的呢 而且現在已經是2018年了 兩年之後有一個億噸級 那會不會有憧憬一下合併之類的東西呢 我憑這幾句字就這樣無限的憧憬 總之現在看到煤炭股都是落獲的 染煤剛才提到已經去到4年以來的高位 昨天升了1.3元 其實A股都有相當強的升勢 昨天的染煤A股大概升了1.5元 另外神華也創了4年的高位 A股也升了6% 其實中煤能源同樣昨天的H股 升成1%的流暢 其實三大的煤股你們都可以再研究一下 當然可以利用一下我們EJFQ 來比較一下幾大煤股 哪一隻比較好看 描描幾個指標 可以先看你那個是否是綠燈 以及上面有沒有蟹貨區 水平阻力突破了沒有 幾個指標 那些汽車股其實都挺好用的 至於今天可以留意什麼股呢 可以留意汽車股 我們先看看汽車股的情況 因為吉利汽車公佈了去年全年的營運情況 去年全年的總銷量有124萬部 按年增長6乘3 亦都是超越去年經修訂後的全年銷量目標110萬部 今年的銷售目標是158萬部 這個目標比去年增長2乘7 所以今天都可以留意一下這隻隔離 因為這一陣子被內房、內銀搶鏡 我們先看看隔離 其實它也有些反彈 但未破位 之前高位是29.8 但如果你相信燈的話 其實它是沒有轉過紅燈 如果肯捱這一陣子 現在已經上回去了 其實它的長線綠燈 就是在前年的四月發 那時候幾元計算的 那時候只有4元 開車簡直不是坐車 這是直升機 已經上到28元 我們看看上面有沒有蟹貨區 照計應該沒有 當然沒有蟹貨 這是吉利 它公佈了去年的數據 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這一陣子 因為數據而炒起 還有內房股 昨天很多大內房股 譬如華園子地、碧桂園 都炒高了 反映去年賣樓的成績 剛剛公佈了 中安672 公佈去年的合約銷售額 有101億人民幣 按年增長超過一倍 另外新城發展1030 比較易線 幾年前曾經新城熱炒 我都賣過一轉 那時候好像分拆 不是分拆 那時候是A股掛牌 摁摁摁 都挺厲害的 這樣上 這就是新城 它公佈了去年的合約銷售金額 有1264億人民幣 按年增長94億 亦是第一次突破1000億的合約銷售金額 這間也是1000億內房 它也是四顆燈 有個幾號的勢頭能量 這個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都挺久了 前年的7月 那時候都是1元 1元 送跌 現在已經6元 這個應該是 很有機會是歷史高位 這隻也挺好的 我覺得當時有不少股票的人都喜歡這隻 真的不腥不腥 又升得挺好的 其實內房股這一段時間升得這麼強 如果你想撐回一些 不要升得那麼強的 落後少少的 那怎麼選擇呢 因為內房股有90多隻 不如我們就跟大家研究一下 如何精明選股 你看這個版面有版尾精明選股 其實你可以按自己的要求 給它一些 證明選股 一般的道理可以選擇 譬如行業分類 我們想看地產的 找地產 我們想看內房就看內房 市值不要太細 例如高過500億 好嗎 西頭的我們就要轉強 還有不是轉強了很久 轉強太久 它已經升了 好了 我們基本分析 我們再給它多些要求 好嗎 我們給它什麼要求 好嗎 股息率 好嗎 因為我都喜歡看股息 小小色派 也有些渣拿 我們高過3% 好嗎 其實技術分析還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 例如年升多少人 有沒有年升的 年升兩人以上 顯示它很強勁 或者MACD已經有什麼突破 你都可以選擇 或者它是 響50天市的什麼水平 高過低國 高多少 低多少 你全部都可以選擇 給它一個要求 你看 本來有 你看這版的內 即地產股 其實有很多算是地產股 我們給它所有要求 我們就查詢了 看看給我幾隻 原來只有一個選擇 其他就是細貿 其實我剛才 如果不給股息率 其實都有三隻 如果符合我剛才給的要求 就是市值高過500億 有轉強的EJFQ 細頭能量燈的 就是這幾隻 即是它從剛才那一千幾百隻 地產股裡面 就剩下三隻給我選擇 這三隻都是剛剛轉細頭能量燈的 其實這三隻的細頭都不錯 我們可以在這版的概念 我們可以再在細頭看多一次 這三隻 它可以一眼看完 這一排它的股價表現是怎樣 例如跑得最厲害的 就是細貿 一個月之間 這隻已經升了四成多 但是中國海外和農戶 就略為讓它落後一些 那幾隻呢 偏離十天線幾多 偏離五十天線幾多 你都一眼看完 但是那個RSI 三隻都是超過80 都比較超賣一些 但是它細頭能量燈 三隻都是剛剛轉燈 但是轉燈之後 世貿和農戶都是急升的 但是中國海外轉燈之後 只是升了5% 就是我們簡單看看 就是中國海外那個 如果給我選擇 可能我會選中國海外 其實這個圖很漂亮 它剛剛突破了之前的水平阻力 就是29.45 昨天就上到高位29.65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剛剛轉燈 可能那個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突破了這個水平阻力 我們怎樣找個目標呢 可以先看看這一格 就是2015年4月的高位32.75 這個就是我平時 怎樣找深水股票 怎樣證明選股 因為你太多股票了 怎樣找法呢 但是你那個策略 你要想清楚 你是長線短線 作為收息 還是一個短線 駁去突破一些技術位 短線獲利 到底那個目標價又怎樣定 這些工具就可以幫到你們了 其實除了內房股之外 水泥股 昨天也是升得相當好 還有中資航空股 其實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最近內地什麼都加價 那些啤酒有加價 水泥有加價 子業有加價 都不知道是不是政府 想去谷通脹 讓它可以加息 這個我猜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不要說我洩露國家機密 好了 我們有朋友在這裡 好 有個朋友 Camp Tree Mark說 175賺過一轉都沒有買過 其實很多人都不敢買 那Philip就說 市網道心都寒 只升不跌 對 就是 你有貨當然想去升 你沒有貨 真的 是嗎 好 汽車股 有個朋友想看一隻2333 我們看看 簡單看一隻2333 有些朋友好像不耐煩 這個 不知道是哪個國家的人 來的 這隻長城汽車 長城汽車雖然它還未轉綠燈 但是已經收了制 那些紅燈 有修煉 還有它已經上回到橫行區的水平 就是它由這一格的橫行區 就上回到這一格橫行區 還有這裏有少少的蟹貨區的頂部 就是10.47 其實小型就沒有其他那些行家那麼好 因為 其實剛才提到的吉利 似乎就是直撥率高一點 我們看看它的RA 其實它的RA都可以 領先方格 向上向右 都可以 好 我們就簡單說一下其他的大市焦點 早前806 賣盤不成 但是賣盤不成也有好消息 它公佈了一個營起 就說 去年的年底子的盈利會大幅增加13.55倍 去到20億元的去年 就是之前同期的盈利是1.375億 哇 這麼厲害 現在升13倍 不過之前的市是差一點的 原因就是 它的表現費 收取的表現費大幅增加 也會考慮派特別息 賣盤不成 大小股東也希望拿回甜頭 這隻就明顯受惠於市況 表現費收多一點的客戶 另外一隻同樣有營起 也是同一個原因的 就是這隻耀材 這隻耀材也是有一個營起 公佈 預計下 截至去年年底12月子的頭三季收益有3.54億 按年增加八成 這些 其實我覺得勸商股可以想一下 港交所上到260元樓上 剛才看到衛利的業績發足的盈氣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尤其是耀材或其他 例如上海 其實還未動 你看耀材的股價 其實還未突破這個打橫的方格 這裡有個位置是2.7 下面找了底之後 一直到50天線 如果突破到2.7 其實就更加好 還有這裡有個少少的蟹坊 2.6 2.7 其實如果突破到 其實這些都可以想一下 因為始終都是受旺於市旺的受惠股 市場氣氛和成交都大增 另外除了這款有盈氣之外 還有一款606也有盈氣 那些證券股也是OK的 606中國楊右 他預計去年全年的業績有30億 增長是1.1倍 由於是有個特殊的收益 所以預計去年業績是受惠的 他之前也有這一層高位 先突破再說 3.9 這裏也有比較大的成交量 密集區 4元左右的水平 即3.9 4元可能會令國阻力 但他已經有個不錯的反彈 上一條50天線流暢 好 刑警有的 1.3 2.7 時間有 其實這些零售股應該很荒 為什麼會這麼差 他就去年預計會有個虧損 會有個虧損 但是沒有說是多少 不是 虧損收窄 不懂得看 總之他2016年有個虧損是3.2億 現在就估計去年也會有個虧損 但是沒有說虧損多少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形氣還是形景 就是股價仍然在低位上沉底 沒有什麼氣息 所以這些都沒有什麼好說 好了 我今天是不是講快了 現在15分了 9點15分 好了 這樣 606會派特別適合楊太提醒我們 好 另外我們不如簡單說一下151 威龍先說一下151 其實我覺得這排內需和食品股是不錯的 這隻是旺旺 你想想 幾個大的行業都加價 啤酒都加價 可能其實一整串都可能會有加價空間 這個消費品股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旺旺其實上面沒有什麼蟹貨 我們看看它是不是綠燈 照計是 現在有4顆燈 那什麼時候出的呢 綠燈就是 去年10月出的 當時只是5個6左右 現在就去到6個3 我們如果說 如何找個上升空間呢 我們先看這個位置 要上6.67才說 6.67之後 再升就是6.98這個阻力位 現在還未擺脫到50天線 比起其他股似乎是落後一點的 兩者看 你到底覺得落後是好 可以有最落後的空間還是怎樣 另外有個朋友問 這是什麼軟件呢 張雪納 這個叫做EJFQ的軟件 也不是軟件 其實是不用裝軟件 你只能上網登入就可以使用 大家可以試用一下 它有一個試用計劃 好了 廣告時間到這裡 收視之後 留意女影型的報道 看看廣告可不可以 10年升之後繼續在下一城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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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